其实对于我们在这个赛季当中 值得一提的就是季后赛的新年赛车 前面也提到了月上的一个记录 是的 换星这辆车 看看今天在他的手里边 能不能够跑出一个很好的成绩来 那接下来要进行的 就是双方的计时挑战赛了 依然是我们这周的三张图 庆元春 秋名山 以及超咸基地 那接下来游行寒冬 好 在帮我们抽右下 看看能给两位抽到什么样的地图 哦 抽到了一张庆元春 哎 好图 这张图昨天反正没抽到 今天第一场比赛好像 也不是吧 我记得 是的 所以这个庆元春的话 前面我们也讨论过这个用车啊 哈雷特 对 对吧 如果说真的拿出哈雷特的话 能够跑出一个什么样的成绩 嗯 相对来讲的话 我觉得哈雷特是主要的 但是这辆车其实在我们 在赛前评论环节 其实就提到过这件事情 就是如果真有人想稳的话 拥破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是 可以的 但是我觉得现在大家 在即时挑战赛当中 更多的还是会以机甲为主 对 更快嘛 尤其还是实战 嗯 是的 对于今天参加的 这几位选手来讲的话 其实尤其像逆星这种选手 相对来讲 也是个人会偏提前一点 对 那我觉得大家的一个赛事使用 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嗯 那就看一下吧 这个庆元春能够跑出一个什么样的成绩 而同样对于这两位选手来讲啊 在季后赛的首场比赛 肯定是要拿出百分百的状态出来的 嗯 而在2V过程当中的话 这个首途的选择权其实在季后赛我们说到了 占比是很重的 嗯 无论是2V的这个首途还是2V抢7 甚至在1v1solo局的第一分都非常的重要 是 刚才沈跟官人的这个集体人赛就是赢了之后 帮助狼队选到了天空寻梦嘛 然后甚至说还让自己在2V抢7里边 这个天空寻梦有一个很好的发挥 对 打破了这个明记错180天的一个记录啊 半年 是 这个事情还是很厉害的 不过刚才在我们比赛开始之前啊 听了一下逆星的这个歌声 那是太好听了 你可别提这事了 我还看着了这个某同事的这个舞姿 那倒是这个舞姿更美一点 如果我真犯了什么错的话呢 请用其他的方式来惩罚我 最不至此啊 朋友们 那么再说回我们的比赛啊 对于阿康这名选手来说 上一次他在接受采访也说到了 在这个赛季和乐上的搭档 他觉得可以去信任乐上的稳定性 而同样他拿到了即时挑战赛 无论输赢啊 solo局也愿意去相信乐上的表现 他们俩其实我觉得这个赛季最让我想不到的就是 彼此之间的适配度极高 对的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真的跟火山教练是有一些关系的 就能够把这两个人捏到一起去 这个确实是厉害啊 是 因为在我们看来 其实两个人的性格都不是那种很外向 嗯 比较腼腆吧 尤其是阿康 来看一下双方千身的完成度 看一下起步 两辆哈雷特 现在记录是宁清的06 我觉得在这场赛里边你至少跑一个05中 我觉得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嗯 从起步上来看 两个人相差的距离并不是很大 0.2 但是出弯阿康上墙了 贴的这个速度损失了0.2到0.3 但是这波控车过来之后 阿康甚至连弹都没弹直接上墙了 其实刚才内心也有一些小的磕碰啊 但是比上阿康的失误来看的话就微不足道了 是的 那这段路阿康就会慢很多啊 是的 那这段路阿康就会慢很多啊 开局先热热手 不着急 两次挑战的机会 把重点放在逆芯这里 对 逆芯现在已经领先了一秒多了 那就看自己的一个完成度 嗯 这边过来延续 并没有上墙 对 把这个气补满 测证之后再接延续 最后的难点 注意自己进到点的出弯就可以了 没有任何的失速 那这样的话 逆芯可以完成冲线 时间1分06秒4 不够快 还是有待提高的 主要是前半段当中的一些小的蹭墙 但阿康的话 1分07秒83 那这个成绩确实是更不够的 1分06秒4 对于两位选手来说 驾驶哈利特肯定都是 随手就能跑得到的 对 就是太随手了 所以说这个成绩 我觉得也很难判断 到底第二次在跑的时候 能什么样 是的 就是你说逆芯这边呢 大失误没有 但是过得就不够快 然后对于阿康来讲的话呢 就是失误频频 贴墙 嗯 前半段的前10秒钟 大家跟的都还不错 先出失误的反倒是逆芯先贴了一下墙 但紧接着阿康自己也并没有跟的太快 这图真是在RV里面确实是看不到的 嗯 更何况还是一辆哈利特solo 对吧 对 所以对大家来讲的话可能 真说练习成本上来讲可能要更大一点 其实这几次啊 就是这三张图当中 秋名山应该算是大家练度比较高的一张图了 对 主要是因为超音基地还有一个 大家平时不怎么拿木影青龙去跑嘛 对 所以说还需要适配一下现在这个系啊 前春第二次看这1分06.4能不能赢啊 如果能赢的话其实拿冰破也有机会 是的 来看一下这局的起步 一个软之锋放出来之后 阿康过完稍微比尼琴慢一点 嗯 一个出完慢了0.1 尼琴其实也知道自己虽然第一圈赢了 但是这个成绩不做数 是的 这个成绩是绝对可以去提升的 看一下这次进入到室内阿康的路线还是不是很好 这边弄了一个进阶 两个跑啊 就连续刹车控车 进阶过来之后 逆星的路线不太好啊 这里又拖了 那这一拖的话0.6 这局空开淡气 逆星这局远了 已经完全乱了 落后了1.2秒了 而现在的话阿康是要比逆星的第一圈领子更快一点的 这一局我觉得没什么太大的压力啊 对于阿康来说 前半段的稳定性很高 领先1.4秒 现在的话影子也迟迟不见上来 是的 而且最后也没有什么对抗难度 诶 克俩强 那这1分06秒40或许真的够了 阿康最后这个进道口的路线把握上还是出了点问题 是的 这已经是这张赛道最后的一个难点了 对于阿雷特来说那段路 控车一定要注意啊 本来是无对抗的 结果变成了一个自己的单人对抗 是 自己的失误让这局比赛 没有了悬念啊 是的 最后还得是WDGM拿到了手图的选择权 其实我觉得WDGM的手图也可以来一首天空寻梦啊 好 嗯 也行 对吧 雪山之巅吧 大家 你要说用车肯定都是换星 新车 嗯 那跟天空寻梦的关系是 就是这个星黄 可以随便用 对 而且这张图也算得上是逆星之前 成绩完成度还不错的 且又是一张同车图 可以打 之前双方的对阵的时候 WDGM这边的王图选到过 嗯 拖了一幻城 嗯 嗯 然后包括他们这边 非常强的一张地图 一号公路 嗯 其实我觉得都可以选出来 这两张地图 嗯 极有可能是你一旦不选 就要被对面给搬掉的 还有角色将心 嗯